我看你會變得很暗 很討厭 像你 桃園市建國國中 省在聖誕節 舉辦一年一度的英語話劇公演 今年以 Look Yourself and Respect Differences 為主題 希望讓同學們了解到 尊重彼此差異的重要 這齣戲就是在講一個 它有先天的殘缺的一個答題的故事 那希望這齣戲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雖然他們身體是殘缺的 但是不要因為這樣 然後就去討厭他們 或是不認同他們的能力 話劇巧妙結合了法國知名小說 《鐘樓怪人的故事》 探討校園霸凌、歧視等議題 甚至還將化學實驗搬上了舞台 建國國中校長表示 希望透過有趣的劇情 藉此讓平等友善的人權觀念 升職於孩子們心中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劇情 可以讓我們學習 尊重不同的個別差異 同時也能夠跟所有同學 可以和睦地相處 讓營造校園是一個非常和睦的 一個友善的一個校園 這次公演是八年級英語自由班小朋友 耗費一年半時間和老師們 一頭籌備而成 現場也提供雙語字幕投影 方便所有同學了解故事發展 並從中學習英文 我們把這個學習 都錄了這個 在他們的類似遊戲中 好像在這個話劇裡面 讓他們去備很多的英文單字 同學們希望透過話劇 讓更多人能有顆互相包容 尊重彼此的心 也讓今年的聖誕節更有意義 記者劉雨婷 桃園報導